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5号 美国举行这场总统大选 看起来会是一场非常激烈 甚至接近平手 有可能输的一方不接受输的结果 导致美国甚至出现了类似内战的状况 我们来看最新的媒调 如果以前一个阶段我们所看到的拜登的民调 在摇摆州来看拜登几乎是全输的 也就是没有悬念的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 川普的支持者普遍认为2020年那一次的总统大选 是被窃取的选举 他的选民里头有高达55%的选民 到今天为止坚定相信如此 所以他们认为1月6号恭敬 美国国会的暴动事件根本没有错 因为你们偷走了选举 而如果输的是拜登 因为是川普 美国很可能还达成所谓的和平转移政权 但如果拜登跟川普之间差距小到一个程度 而输的居然是川普 或者拜登输了也未必讨厌川普的拜登支持者会接受 所以这是美国未来一个很大的隐忧 而这是连续第四个礼拜 拜登不断的上升 川普开始在摇摆州下滑 而本周是首次拜登赢得了两个摇摆州 他赢得了两个摇摆州是Pennsylvania 有19张选举人谈票 但是他只赢了两个百分点 不要忘记从去年的11月开始 宾州就是彻底的摇摆州 有的时候拜登赢 有的时候川普赢 有的时候拜登又赢了 有的时候川普又赢了 大概这是第五次在摇天 所以Pennsylvania就是这次选举以后的重中之重 Wisconsin Barton赢了川普但只赢了一个百分点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全部都是在民调的误差范围之内 到时候我们都说这像割喉战一样 然后从Arizona开始 Arizona本来川普赢得相当多 现在只赢了三个百分点 Julia原来川普赢得也很多 现在只赢了四个百分点 Michigan川普只赢了三个百分点 内华达川普本来赢得很多 现在也只赢了四个百分点 North Carolina过去以前 根本在二月之前 大家不保险计算在摇摆州 因为川普遥遥领先高达10% 而现在在North Carolina这里 有16张学纪人票的地方 川普只赢了三个百分点 所以可以看到拜登在上扬 川普在下滑 或者川普没有什么动 拜登在慢慢的 他的选民浮动的支持度 慢慢的程度都上来了 所以换句话说 其他州虽然川普仍然是赢 但差距都缩小 那现在离11月5号投票 还有将近七个月左右 所以变化还很多 所以将来呢 除非是拜登大赢川普 他必须大赢 他不能小赢川普 他必须大赢 美国才可以做到一个 和平转移政权的状况 再来看选举全国性的民调 各家的民调呢 双方差距呢 都是两个百分点 一个百分点 全部都是误差范围的状况 所以美国是一个彻底分裂的 而且没有太多独立选民 第三方的一个国家 接着再来看2024 Emerson College 4月份的全国民调里头 拜登跟川普 也是差一个百分点 而Emerson另外一个民调 4月2号到4月3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在独立选民的部分 独立选民支持川普的 是小福领先 我也决定有14% Emerson College里头 最重要的是 选民最关心什么事情 如果以这个议题来看的话 第一个最关心的是 经济占了35% 这个议题 川普是遥遥领先 拜登在选民心中 他的执政能力 第二个是移民 川普更是大赢 因为在这个部分 拜登的支持度只有29% 对民主的威胁 这个是直指对川普 对他不信任的部分 在全美国 我们看到各国的精英 各个报纸的专栏 写的都是这个议题 但是在全美国的选民里头 他们对这个议题的关心 只有13% 在医疗保险 也就是ObamaCare 过去曾经在2016年 是一个大议题的 现在只剩下7% 在堕胎问题 是属于民主党 觉得是上方保健的问题 在全美国认为是很重要的 是6% 在教育问题 跟住房负担能力里头 5%跟3% 所以这样的一个民调情况 是比较有利于未来川普 如果他可以摆脱他的官司 他的形象变好 他的决战策略是正确的话 他有可能在抓住这几个议题里头 或是拜登在上面 我们所讲到的经济移民议题里头 没有处理好的话 川普还是有可能赢得 2024的一个大选 而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拜登为了挽救他的选情 这个礼拜出现了第一个 打仇中牌 他直接的除了派了Janet Yellen 到中国去访问 事先跟习近平打得通电话 也就是警告他说 我准备制裁你们 Yellen去传达讯息 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要跟你冲突 但是我不希望我跟你冲突 造成意外的擦墙走火 拜登宣布 319家裂黑名单 根据纽约时报 跟彭博社的统计 拜登制裁中国企业的数量 已经超越了川普 所以在反中这个议题里头 拜登拿起来 他希望呢 他可以引起美国强烈的爱国主义 在这个部分里头 我只有比川普更强 他制裁的数量还不如我 第二个我们刚刚看到独立选民 谁是独立选民呢 其实美国独立选民并不多 主要是年轻人口 年轻人口在2020年时候 主要有51%是支持拜登 而现在流失到只剩下40% 拜登为了挽回他们 最新的宣布就是免除他们的学贷 就是要抓住这些独立选民 所以拜登现在每个政策 就是像切牛肉一样 非常精准的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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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然后一块要这块选民 一块要那一块选民 但你川普很多号召过去民主党工会里头的工人 因此一向川普的这些选民 我现在告诉你 我比川普还要反中 我要把哪几个企业 对他们实施很高的关税 是他进不了美国 你们工作会确保 我比川普还要魄力 就是要川普手下的 现在整个掌握的最强的铁锈区的那些工人选票 当国情咨文演说后 拜登频频撒下募款经费 并努力深入关键摇摆周行脚 却惊讶发现 自己没办法像对手川普一样 吸引大批人潮 民调还持续落后 竞选团队这星期决定改变战略 推出一只只和选民亲切互动的 短影片和广告 希望争取那些尚未有定见的选票 拜登团队不会言 这是复制2020的成功经验 要帮美国选民找回一个温暖亲切的林家爷爷 2020反映最好的一只影片 是拜登把自己身上的国旗勋章 亲手交给一个9岁小男孩 如今同样也有一个小男孩写信给他 问拜登如何处理口级问题 两人在密尔瓦基办公室的即兴互动 透过IG和TikTok疯传 点阅率短短数日便已冲破百万 而这些刚好是当下对拜登不满的年轻选民最青睐的平台 根据福斯新闻近期一份民调 拜登在迁徙世代的支持率 正以49%比51%小叔川普 若放大到30岁以下族群 差距还扩大到近20个百分点 这群人是2020拜登制胜的关键群体 当时拜登狂赢川普超过20% 这回却因对拜登80高龄的疑虑 还有不满拜登对加萨战争的处理 彻底逆转 不过拜登团队近期透过民调发现 超过7成的年轻选民表示 学代减免问题将决定 他们2024大选投票意向 于是拜登决定换个方式 周一再宣布减免数百万人的学代 并选在威斯康星麦迪逊 这个关键摇摆州里的大学成首府 象征总统将高等教育负担能力 作为其经济一成即时的承诺 但拜登的宣布被视为一张空投支票 因为2022年夏天 他便曾提出要替4300万学代借款人 免除总计高达4000亿美元的债务 却被最高法院挡下 认为拜登此举已预约了总统职权 最新方案虽然不能全部免除债务 而是针对五类借款人减免 但还是被学界批评 对纳税人不公平 且会导致学院和大学竞相调涨学费 纽约时报分析 由于这项法律挑战需要数月才能解决 伴随着选民最快于11月 就将于拜登与川普间作出选择 这项学代减免计划最终可能无法在国会通过 被迫沦为拜登的选举语言 他必须拿出点牛肉 才能真正抢下关键摇摆州的选举人团票 锁定工薪阶级 拜登近期一系列组合权是从经济出发 希望全面收复摇摆州民心 根据彭博社报道 外界或许无感 但美国钢铁收购案被视为关键一意 即便新日铁承诺将对这家标志性的美国公司 投资超过10亿 保证工厂不会闲置 也不会立即裁员 但因为适逢选举年 川拜两人都在工会表态后 公开反对这项交易 因为他们都在抢蓝领选票 就算牺牲日本这个亲密盟友的关系 也在所不惜 纽石分析指出 拜登在选举年明显加大了 保护美国工业 免受外国竞争的力度 虽然这将导致拜登与国境盟友 及竞争对手间的关系紧张 但在以工业为主的中西摇摆州 已经听见了欢呼声 而拜登战略背后的政治因素 似乎再清楚不过 以制造业为例 他毫无疑问跟川普一样 主打美国优先 甚至强度更高 差别是拜登并没有川普走得那么远 他保留了川普的关税政策 并对某些高科技美国半导体出口到中国 增加新的限制 但他巧妙地运用国安威胁 或中国产能过剩等借口 掩饰对摇摆州制造业的保护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基于选举考量 我特别恐惧 中国的经济经济运动 与其强烈家购买 和商业运动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主任 Ryan Haas 日前撰文分析川败这场对中贸易战 川普早在2016入主白宫时 便积极对中国发动贸易攻击 并始言重振美国制造业 拜登则是一直在注意 全球化下对美贸易政策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对美国拦领工人的伤害 尽管两人对如何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 有着不同愿景 川普爱用保护主义 拉高关税 迫使北京让步 拜登则是主张与盟友联手 让美国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基础 进而在竞争中击败中国 但Ryan Haas认为 2024无论谁胜出 美国对中贸易政策都只会变得更紧 而不会更宽松 甚至整个2024大选期间 都将处于一场 美国该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挑战的辩论中 背后隐藏的观点是 到底对中国采取何种经济政策 才能更好地保护美国工人 并促进美国繁荣 以及到底哪个人最有能力 能带领美国在下个世纪 击败中国 用时分析拜登正从关键议题下手 要证明这场对中贸易战 已经替美国经济带来了好结果 不过美国选民投票从来不是理性选择 就算涉及自身利益 美国的中国政策也不太可能成为 选民投票意向的关键决定因素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对中强硬是所有美国政客 都可以轻松拿分的问题 距离投票剩下六个多月 中国这个关键字将成为 美国激烈选举舞台上的Fenton of Opera 永远的魅影 而这一次最值得注意的是 当拜登要进入319项 制裁中国企业的时刻 有所谓的新三亚 事先他打了电话给习近平 然后Jenny Yellen就到了中国大陆去 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完全失交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新闻 都是他到广州吃什么 到哪里吃什么 到哪家餐厅去 而几乎他所提出来的议题 不在中国的官方媒体里面 为什么 其实做一个很简单的 很长远宏观的 对中国政策的诠释 中国很了解美国正在竞选当中 而中国本身认为 他并不想和美国在这个时刻 不得不冲突之下 加大冲突 因此在毫无选择里头 他必须选择跟鸽派的 Janet Yellen打交道 Janet Yellen是美国第一个代表 Biden的内阁而且地位最高的财经官员 提出美中经济不脱钩 所以他们给予Janet Yellen一定的礼遇 对他所提出的谈话 在他待在中国期间的时候 没有批评 所以这就是代表一个中国 很重要的态度 不想跟美国再加深冲突 冲突是避免不了 可是不想加深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因为中国过去 早就做过很多世界史的研究 所以在崛起中的国家最后垮掉 没有崛起 输掉的原因就是跟当时 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冲突 而那个最强大的国家 自己如果在衰落当中 他就会来对付第二大 第三大 而当他在对付别人的时刻 真正是他垮掉的 是他自己本身内部的结构问题 中国认为美国有自己内部结构问题 他可以等待 而他不要跟美国更大幅度的冲突 而因此让中国这一次 从鸦片战争以来 第一次崛起的机会 再度的使中国的经济又垮掉 因此就是Janet Yellen这样一个鸽派 他们才觉得态度是礼遇的 而这是Janet Yellen 他主要提出来的就是有三项 叫做新三样 在中国称为这个新三样 美国有些媒体翻成新三茂 就这新三样里头都是跟新能源有关 第一个就是电动车有关的议题 这是现在新能源车最大的议题 第二个是电动车有关的电池 就是锂电池 第三个是太阳能的电池 这三项中国本身在全世界技术方面 或者现在在生产方面都超越了全球 而由于中国现在人民币整个经济不好 人民币只是下滑的状况 再加上产能相当的高 Janet Yellen说这个是清销 是产能过剩 但是这点能不能够成立呢 美欧所说的这个产能过剩 2023年中国这个新三样 我给大家几个数字 同比增加 比2022年增加了29.9% 而美国的比如说福斯的CEO 或者美国的福特的CEO都说 如果没有贸易的壁垒 它几乎可以压念全球多数的汽车 但是国际能源总署IEA 它并不这么看 它说应对气候变迁 新能源产业的优质产能 不能称为叫过剩 如果它可以比较便宜 它因此会带动全球的新能源的优质产能的话 是一件好事 目前的情况 其实如果从全球来看 是严重的不足 国际能源IEA设定2030年 全球新能源产品的销量 以目标相比的话 现在中国所产出了的 并不所谓的倾销产能过剩 他认为纯电动汽车应该要达到25% 太阳能电池要71% 离电池要14% 而且现在都不到这个标准 彭博社说将贸易保护主义 用在新能源的产业上 将进一步削弱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可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管 Climate Change 对班人来说 这些电动汽车 这些新能源的 所以相关的一些 像太阳能电池等等 或者是锂电池等等 他必须保护美国的产业 让工人有工作 他才能赢得大选 作为习败再次通话后 所谓访问中国的华府高层 叶伦精心安排了行程 符合两国多交流 多沟通的元首共识 他的话题十足 在中国社群媒体传红 且不同意中国高官的 林家大妈风格 广受中国民间喜爱 而叶伦更受北京官员的欢迎 不只是因为他在华府 被视为对华的隔派 这一路上逢人就谈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灾难性结果 事实上 叶伦更是一名经济学家 历任美国民主党三朝的财经要员 能与他见上一面 谈论经济问题的中国官员 恐怕也都有如牧春风般的收获 特别是听他谈中国要怎么应对 当前需求不足的通缩理由 一种可能性的选择 但叶伦终究是拜登的核心内阁成员 这次写命前来中国访问 要谈的硬核议题该警告的事项 叶伦一句也没落下 没有了与中国官方台面上对话时的和气 叶伦直指中国产能过剩对美国的危害 但这更多的是反映出美国年底大选 拜登与川普都在抢攻美国铁锈带 摇摆州与工人的选票 自称关税人的川普以扬言 将对进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 增收10%的关税 而对中国制造更要克增60% 稍早他在美国第二大汽车州 二亥二的言说 更表明要对中国电动车加增100%的关税 这些证件表现在最新的民调数据上 确实巩固了川普在铁锈带与摇摆州的选迟 但拜登也企图拉紧查局 他在社群媒体X上 恢复美国联合钢铁工会等团体 控诉北京补贴造船业对美国的伤害时说 会永远挺身对抗中国不公平的措施 会为美国劳工和工作机会奋斗 而叶伦这次的访中行程 先起的美中贸易问题 是出口转内销的为拜登主权 尽管他是最反对使用关税手段的人 但他在接受CNBC的专访时说 如果中国不回应才能过剩问题 关税就会摆在桌上 我相信我們也有債券 很多國家有方法 調查賣賣 防止賣賣 這是WTO的法律規定的法律 葉倫顯然也是替拜登 向關稅人川普教證 他更專挑新能源車 鋰電池與太陽能產品 這被中國稱為新三樣的外貿出口 倔領有破造人民幣的出口種子 增長近三成 但背後是中國扭曲市場價格的對外傾銷 這其中包括人民幣貶值的匯率手段 但這說法讓葉倫不再是個經濟學家 而是華府的政客 殊不知因美國二次通脹 美元暴力升息 這才讓人民幣近兩年貶值近13% 若說北京刻意壓低匯價擴大出口 卻冒著資金外丟的風險 這顯然有違的經濟嘗試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一篇分析文章 更指葉倫抨擊北京產能過剩 如天文科幻小說三題問題一樣 讓人難以信服 這篇文章認為 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 大可利用中國經濟又實惠的綠能產品 達到應對氣候變遷的減碳目標 在降低通膨法案 扶持美國自家的電動車綠能產品 並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是拜登任內最能說準的政績 保護主義恐怕才是葉倫沒法說出口的事情 葉倫結束四天的中國型 但圍繞中國產能過剩的爭議依然沸沸揚揚 若以國際能源署所設定 2030年全球新能源產品銷量的目標 當前全球新能源的優質產能不是過剩 而是嚴重不足 這讓緊盯著中國出口新三樣的葉倫 惹來一身心 現在年來美國的政治主義 已經形成了中國的震撼 這名字被三個經濟人 在2016年內的書中 握著大廣的信心 貸貸和中國的貸貸 會有效的在美國的大部分 和大量的工業的工業的增加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分析者認為 中國的產能過剩 與歐美國國家的保護主義同時存在 但地緣政治衝突與美國大選 讓美中間長期的貿易失衡與矛盾 難有理性的討論空間 日本的首相岸田訪問美國 我們會在明天文件的世界中報時候 為大家做出更完整的一個報導 因為這個牽涉到日本經濟消失30年 當然它也牽涉到整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布局 岸田的華府行 日本首相愛府行 總共達成了70項共識 重點都是在軍事領域 有一部分是經濟領域 經濟領域我們明天會做出更多的討論 美國駐日本的大使說了大白話 美國要打造的不是大家所講的小北約 因為小北約是一個集體防禦系統 這個做不到 它是一個小多邊體系 而這個小多邊體系 基本上就是把過去美國所謂的島鏈防禦陣地改為攻擊陣地 什麼叫改為攻擊陣地 就這個地方美軍的基地就直接進行攻擊 攻擊誰呢 孤立中國 而這一點除了對日本之外 跟菲律賓也簽署了相關的一些重要的協約 而這個軍事協約裡頭同時跟日本很像 除了在軍事方面裡頭 也有在半導體跟其他相關的產業裡頭 希望能夠幫助當地的經濟 所以這個情況有一點像AUKUS 那日本是希望能夠加入AUKUS系統 AUKUS就是美國、澳洲跟英國所結成的聯盟 這個聯盟裡頭除了買美國的核子潛艦之外 美國對它輸出比如說量子電腦、生物科技、人工智慧等等 就希望能夠有各方面的交換 日本希望能夠比照澳洲方式 讓經濟再次崛起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美國所打造的美日飛行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日本還是菲律賓 其中的重點都不是日本也不是菲律賓 甚至不是南海 而是一旦台海有事這裡頭最重要的是巴塞海峽 這並非岸田首次訪美 卻是他第一次接受拜登的國賓領域 而與上一次訪美完成增加軍費開支等華府交辦的事項後 向拜登地上投名撞不投 這回岸田到訪上角的是對抗中國的出師表 這挑戰的挑戰是一種主要的主要的股票 是一種主要的股票 這就是導致美國和日本的共產黨 Prime Minister Kishida vowed to increase military strength to deter the PRC. Under his leadership, Japan plans to boost its defense spending to 2 percent of its GDP by 2027 and purchase weapons, including U.S.-made Tomahawk cruise missiles, acquiring counter-strike capabilit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In the face of a severe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drastic strengthening of our defense capabilities is an urgent task that we have no time to wait for. It's all part of Japan's shift in military strategy over the last decade, slowly abandoning its post-World War II inward-looking approach of pacifism to deal with the rising power nearby, China. 準備承担更多对抗中国军事威胁的任务 日本获得华府的认可 拜登与岸田举行两个小时的会晤后 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趁美日战略合作迎来新时代 根据美日联合声明 双方达成70多个合作项目中 包括计划升级两国军事指挥框架 以增强驻日美军和日本智慧队的项目协作 而美日澳之间新的导弹与防空网络 恐怕不只是防御性质 更涉及在东亚地区部署危责的中程导弹 由于试射敏感 目前能停留在概念规划 能要等五角大楼的详细内容 但提升美日防务合作也有具体行动 包括联合开发生产武器 日本军工企业也将承包美军基建的后勤维修 以降低美国装备资产 得回到美国维修的成本 并避免因此换防的防务空装器 而这都是基于日本逐步突破 二战后和平宪法的资源 岸田政府在2022年的安保三文件 更解开长久以来专守防卫的缝印 让日本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先发自然反击能力 此外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有更宽松的人令 激活了日本原本就雄厚的军工生产能力 也让日本在对外防务合作上有更大的空间 革命宪法是二战后 美国为战败的日本所量身定座 而日本驻日大使伊曼纽尔 恰恰也是日本防务变革的重要推手 也因此 美日同盟的全面升级 似乎只是拜登的场面化 更多的是美国认同了解除二战后 施加给日本在军事发展上的建国 日本 has transformed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岸田在法府国会三年 似乎也在宣告 完成了前首相安倍晉三 把日本變成正常國家的意願 更表明願意分擔美國 在印太地區的防務 以美國轉移技術 英國軍工巨頭被譯成艦 提供給澳洲核動力潛艦的 AUKUS計畫 雖然尚未見到成效 但已確定招募第二支柱成員 不同於第一支柱 直線於美英澳三國 對核動力潛艦的技術轉移和採購 第二支柱則是在AI 量子計算 網路 高超音速等關鍵技術 用於軍事的協同發展 在岸田訪美之前 AUKUS房長的聯合聲明就先表態 日本是最具有這方面實力的潛在成員 這符合日本願意承擔更多印太防務的宣告 也會軍工企業打開市場大門 但日本在印太軍事上的鎖和任務 恐怕是先幫助 在美日峰會後 白宮又破天荒地舉行 首次美日飛山國領導人峰會 這場會議對美國鞏固第一島鏈 並且主解放軍對台灣 採取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 最重要的 而根據三國峰會後的聯合聲明 除了強化防務合作外 美日也計畫支持菲律賓的基礎設施 並透過印太經濟框架機制 將菲律賓納入半導體 與稀有礦產加工的供應鏈體系 以補償菲律賓與中國對著趕口 在一帶一路投資項目上的損失 這也勢必讓馬尼納在南海問題上 變得更加強硬 但中國顯然也不會在主權問題上推浪 外交政策專欄作家傅好文 發表的最新評論認為 美日飛雖建立了統一戰線 但並沒有為緩和南海局勢找到出口 也正如華爾街日報引述專家的話說 菲律賓對南海仁愛交每六週一次的運捕 像是賭俄羅斯輪盤 不出大事 純說僥心 許多人根深蒂固的印象裡頭 覺得川普是一個狂人 不要小看這個所謂的狂人 在我們剛剛所談到的經濟通膨 跟移民的議題裡頭 川普其實是遙遙領先 拜登的執政能力 而這個禮拜其實川普 用了什麼樣的路線來進行選戰 我們剛剛分析了拜登 先來分析川普 你從這個禮拜的發展裡頭 就可以看得出來 川普根本不是你以為的狂人 這個狂人是他的charisma 是他的領袖魅力 他看到了民主黨 把墮胎問題 變成了主要的選戰策略的時候 馬上改口 墮胎應該由各州來決定 那各州就不干他的事了 因為每個州各有不同的信仰 由各州的最高法院做決定 他一講完沒有多久 Arizona的最高法院決定禁止墮胎 而且是160年來第一次發生這件事情 他一看輿論不對勁 他馬上譴責了Arizona 他說這個太過分了 這個跟過去他或者是共和黨 或者是小布希時代的共和黨 完全高舉反墮胎不一樣 因為他不要讓女性的選票 從他的選民裡頭流失 跑到巴林那裡去 他非常非常flexible 而當他看到整個烏克蘭的議題 已經在美國的政治裡頭 邊緣化的時候 他剛好在本州和英國的前首相 現任的外交部部長 我們稱為叫外相 兩個人見面 他說我可以24小時裡頭 解決烏克蘭戰爭 因為他知道 美國人願望是全美國團結起來 對抗中國 他的穩健路線 以及他對以色列都還做了批評 你可以從我們以下的報導看出來 這個人不是你想像中的狂人 他非常非常懂得大選戰 紐約時報說 二度對決的川敗兩人 在本週遭遇了2024大選前最大亂流 墮胎 通膨 俄乌戰爭及加薩問題 每一個都是競選攻防下對手的弱點 但自己未必能夠得分 這是川普醞釀多時 詳細解讀近期不斷變化的政治風向後 最新對墮胎議題的清楚表態 即使他早期曾公開考慮過 禁止15週墮胎的可能性 但在選票面前 川普立場從來不曾堅定不移 就算所有人都知道 先前是靠著他所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 才得以推翻羅素維德案 但距離投票日 剩下六個多月的此刻 他還是大膽拋出墮胎權 應交由各州自行決定的說法 一個嚮往當獨裁者的政治人物 在敏感議題上訴諸民意 外界一言就能判定 又是一次將政治權宜之際 至於政策或意識形態承諾之上 唯一考量當然就是自己的選舉前景 他甚至要求保守派必須保持忠誠 完全無視於自己對信仰的背叛 明明今年稍早 當著死忠支持者面前 川普才對墮胎權如此清楚表態 最近很疑на 你也在罵做了很多責任 在台灣的領境 還以為 天馬亭事件 叫化法律事件 所以想加確 Font問題 因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望你 我想證明我 可以保護每人身所無稿 對生活的問題 你不會問這些問題 因為這遍的問題 給我到54年 為這人擁有 尤時趕瑪勞 川普深知 堕胎權正成為共和黨的致命弱點 在歷經2020大選及2022期中選舉後 越來越多民調顯示 約六成美國人希望保護堕胎機會 這意味著川普若堅持捍衛堕胎禁令 他將面臨在關鍵搖擺州失去選票的風險 殊料川普堕胎宣言發布不到24小時 最受矚目的搖擺州亞利桑那 做出了令人震撼的法律裁決 恢復實施一項已有160年歷史的堕胎禁令 逼得他不得不強烈表態 亞利桑那做得太超過 他預言這項禁令很快將被修正 就算他再度當選總統 他也不會簽署聯邦墮胎禁令 這本是他爭取連任的核心議題 也是他唯一狂勝川普的致命武器 當墮胎議題 因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裁決 一躍而成2024關鍵選情的核心 紐約時報分析認為 這確實對共和黨及川普大不利 因為放言全美50個州 只有14個正嚴格執行禁止懷孕任何階段墮胎的法律 另外兩個州禁止再偵測到胎新英時墮胎 也就是懷孕6州左右 川普直言他的立場與民主黨間的最大差異 在於民主黨支持的墮胎 甚至包含超過懷孕第九個月 而他的妥協只是起點 不是結局 就在上週末這場佛州參會 一舉替蟲出江湖的川普 募集創紀錄的5050萬美元競選經費 足足比拜登邀來的兩位人氣前總統 柯林頓和歐巴馬那場眾星雲集聚會上募得的2600萬 高出將近一倍 川普團隊本來信心滿滿 他們已經被阻川普重返白宮所需要的訊息 行動和資金 川普還在這場閉門晚宴中 發表了45分鐘演講 大談第二任期將延長2017減稅政策 確保南部美墨邊境安全 及結束拜登的電動車授權 根據出席者轉述 川普還在席間提到 美國要繼續保護以色列 避免全球戰爭 這和他先前兩週內二度開炮 批評以色列正在輸掉公關站 顯然跟墮胎權一樣 又是個180度大轉彎 川普外交政策向來都是利益考量 無論是對烏克蘭還是以色列 近期立場轉變據說都是為了討好金主 外傳億萬富翁阿德爾森 他和已故夫婿是川普2020選舉最大捐助者 這回卻按兵不動 外界推測是因為他出身以色列 是祖國的堅定支持者 他正在評估川普近期的戰爭言論 任何政客發表對以色列安全有損的說法 都絕不可能得到他的贏彈支持 英國衛報分析 川普的算計向來冷酷無情 就在他下週首場刑事官司登場前夕 這些翻來覆去的競選說法 都只能視為謊言大雜慧 對於這好人物 永遠只能聽其言 觀其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正希望能夠擺脫經濟消失的30年 在日本的目標裡頭 第一個是半導體 第二個是大數據的運算 生物科技還有AI等等 而這幾個產業都是高耗能的產業 尤其是AI跟大數據的運算跟半導體 日本電力公司表示 2050年日本如果要實現淨零排放的時候 需要新建新一代的核能電廠 日本再次確定它的能源政策是走回核電廠 日本2011年三一工程海嘯 是全世界反核運動的最重要的新開端 但日本面對未來的新產業 將全力的推動新一代的核電廠 變成未來的日本能源政策 其次是關於全球暖化的議題 海洋的高溫又打破了一年多來的一個紀錄 總共三月份的時候海洋高溫達到了攝氏 是21.07度 這預言了今年的夏天 跟相當多的天然災害會發生 接著是中國 中國面對全球 尤其是現代經濟的停滯 它的天然氣無法支付 再加上石油等等 於是它的新電廠的頭產幾乎都是煤炭發電廠 從2023年以來捲土重來 這是紐約時報的報導 而美國跟歐洲則是舊電廠一再研議 也討論新一代的核能電廠 但很多煤炭發電廠也都繼續的研議 核能電廠也繼續的研議 這是全球所面臨的在全球暖化 各人既有的經濟裡頭 各國都選擇了經濟 我們回到文謙事件這把歐洲版